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 大家好 今天玩的是无双快攻速 那这一套的话相信很多人在上个星期日有看过直播的 就会看到这一套 这一套来讲的话也是蛮简单 也跟一般之前的路数差不多 只不过它是变成单张单张的 大概赛佛瑞斯的原因就是 你铺藏的话你可以拿嗜血素不然就是咆哮 拿一些斬杀牌方便你斬杀 而且你单张的牌这些有些牌还是很强的 然后你还可以配合历史狂 这样子配合小生物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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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加一直加 那我本来想说上传说后再发片 这样子感觉就是我这是技术台 所以就是要上传说后才发片 但很多如实youtuber跟我说 R4 R5比较亲民 就是要在R4 R5拍片才比较亲民 感觉到比较亲切跟大家就是有违和感对不对 绝对不是我因为开学很忙什么 没空没空打没空拍影片之类的 然后也不是因为我最近都吃吐司片啊 要靠影片赚取广告费吃点比较好吃的 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 就是我要亲民 我就是要在R4 R5比较亲民 所以要先玩一些份牌族 像什么任务战 还有什么任务圣 现在任务圣很强 现在任务圣 因为法师和战士被改善 让现在变成什么猎人战绩啊 煞满任务煞任务德一直在玩 因为法师已经快绝迹了 只能玩什么 尼诺法师 无双法 那个还可以还可以玩 那我们回到牌桌 我们这一套就是 跟之前的路数操作差不多 只不过他都变成单一单一的 主要就是为了拿赛佛瑞斯的许愿 拿来斬杀比较方便 那对手射了一个圣盾奉献的话 是没办法调解我们的场面 是因为我们刚刚刚好有一个加一加一 那如果刚刚没加一加一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就已经爆开了 这场面就是决定我们的生死啊 这就是路数快攻 我们进了一个魂火 我以为赛佛瑞斯会很聪明 给我什么火球下回合 这些6加4斬杀 但他还是给我个三废怪 但三废怪的话我们可以拿个军琴来解个怪 虽然赛佛瑞斯有修正一些 就是武器耐久都滴的 会拿到软人之类的 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就是有时候判定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更好的选择 但他却没给我 有些片段 之后有的话会给你们看一下 我会做成一个精华就是 这赛佛瑞斯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 虽然赛佛瑞斯是会给斬杀还没错 但我觉得他在结场方面有时候判定会怪怪的 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他有时候 低费用的 你一定要可能要凑成那费用 他才会给你那些东西之类的 所以 使用的时候可能还要 故意甩个费用 刚好在那费用的话 拿到的机率好像会比较大 那我们这里配合炸鸡直接带走 很多人都说不要放魂魄 我就觉得魂魄这4D爆发其实还不错 然后这TOY力整天都在密我 他到底是想要吃汉堡 还是叫我喊他债 喊他债是不会有发财金 我们打圣骑的话 我觉得现在愚人胜就是太泛滥了 我们直接抓123起手这种方式跟他打 然后我们手中是有赛佛瑞斯的 所以拿到螃蟹是一定可以直接吃掉他的乙人 加上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带一个吃鱼人的 然后我们有带一个Ee重生愚人 如果吃不到別人的魚人可以吃自己的魚人 就是吃比較假的啦 那我可能不會想要直接在下一回合吃魚人 畢竟他跟我們撞了然後剩一滴血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用個染線鼠找個幫眾 就做個優勢交換還反而會比較好 我們可以吃個魚人隊長那種感覺是比較賺的 那這個聚合體吃起來也是一個3-4的體質 那也是比較舒服 那這邊再做出個賽佛瑞斯 找吃魚人的螃蟹 那他這裡沒有準時零彩鏡片 還好還好 很多那個魚人聖準時零彩鏡片 就下一回合就是注定死亡 除非我們可以靠那個幫眾拿到那個術師的結場法術 什麼地獄烈焰啊 還有那個犧牲自己的怪 然後會對那個他的攻擊力造成全場傷害 還是對敵方造成全場傷害 那一張打魚人聖那種快攻的還蠻強的 那這邊的話 我是知道他沒有奉獻 所以我還是直接做強化場面比較好 直接做出一個精靈龍 他如果是一般的話 一般的那種一拳聖什麼的 或者決鬥聖我可能 剛剛就只會丟一廢怪 他居然給我們一個釣手 那我們很期待我們拿到我們的一一重生魚人 雖然只有一張 那我們這邊做出一個海巨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下一廢怪 讓他的海巨人變得更低的費用 像是大家家的那個賴群啊 可能有些人可能被踢了 好像就是因為他沒有牽到的關係 愛困雄好像有做一個 有清除幽靈人口的投票 他沒投票好像就會被踢除 因為他是殺人熊 只要沒有乖乖的牽到 就是會被殺人熊給幹掉 我們這些手牌也不太好 然後也沒辦法直接斬殺他 那我們先直接抽一張牌 他摸到一個土狼還不錯 我們可以直接優勢交換 這邊拿到一個狗頭人幫中 其實還不錯 可以直接把那個兩滴血的怪給解掉 那我想一想 魚人隊長還是不要給他丟著好了 雖然我很想要把這個三點傷害踢頭 也很多人好奇說 我到底大學都住什麼地方 或者是怎樣去學校 我就是每天通勤學校 如果真的要住那邊的話 我實在是很窮啊 窮學生沒錢付啊 可能就要睡公園之類的 然後不能洗澡 別人都會說通勤的話 每天通勤 距離遠的話 車子多實在很危險 但我覺得更危險的應該是 遇到韓粉怎麼辦 像我 別人都在留言底下告訴我說 我韓粉 我下次就直接投韓國瑜 要使大家一起死 我就很害怕 遇到衝動的韓粉 我們就要冷靜的應對 不然我們激怒到他 吃虧的就是我們 那起手直接打出 最優秀的體質 渡視兩隻 一費最強的體質 直接抓到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手中還有個神明 我是比較希望這神明 是拿到咆哮賊把他頭幹掉 但我覺得這張323 其實真的蠻強的 雖然他是個免費載拿的客家人的牌 但他死生就是可以有兩個11 然後又個323的體質 又是個機械 太強太強 但我們場面可是有蛋的 他也是不可以隨便的 轉掉這場面 他轉掉的話 可能就要轉 超過他的費用 就是六費 又費的話才會怕那一波 所以大家都會 現在都會帶海蛇蛋 海蛇蛋是蹦出一個3-4 反而比較少人會帶什麼西瓜蛋 西瓜蛋 欸不是西瓜蛋 是他裡面蹦出來那綠色 我也是覺得蠻像西瓜的 雖然他是野獸 但我看起來覺得他蠻像西瓜的 那這邊阿古斯給了一個蛋蛋 我還是不忍心讓他破蛋 因為破蛋很痛 何況我們只有一顆蛋 如果是兩顆蛋的話 可以送他一顆蛋 那他這裡又拿個衝刺阿 現在那個重生4-3-2 那個也蠻強的 那他好像不是抽到那一張 那就是抽到吉利亞斯了 他右手進了一個邪惡陣線天才 那很明顯 他就是硬要我們把這個蛋給破掉 那我只能跟他說很抱歉 那就是蛋蛋全大數 說say goodbye 因為我們給在蛋身上是最好的 又可以拿取兩個幫眾 當這種自殘的 吃自己有方手下的話 但是吃蛋最好 不然就是吃那個 1-1會賦予重生手下的 不然就是1-1會有機械 再死掉會再給一隻的 但有了蛋後 就不怕這個問題了 直接給蛋 裡面還會蹦出一堆料 那我們帶這蝙蝠其實也是 因為無雙的關係 所以會硬湊這一張 但是這張牌其實也不差 那我們進化到進化一個精靈龍 也是不錯啦 但是這張最討厭的卡 球魚又出現 如果加在那個看守者身上 會直接增加兩隻一樣的胸肌 那這很麻煩 但我們剛好是解的掉的 我們手中的傷害是夠的 然後我們再摸一張牌 那這個 直接觸發這個死掉後 加1加1 那我們場面會變得更強 那我們帶了很多自殘的東西 跟人家說 那一定就是沒什麼用啊 因為我們有那個突嬰 突嬰的話 是對自己造成傷害的話 會直接造出個三費手下 那還是蠻強的一張卡 那不出我所料啊 他其實手中就是有齊莉亞斯的 但沒關係 我們手中有神明 我們神明會 直接許願 直接把這個 六七直接解掉 我們右手進了歷史狂 那我們就先打歷史狂 再打出我們神明 讓這個最後一隻手下 初音可以做一個加1加1 那我們絕對是拿致命射擊 這人血已經被削弱 有個爛 那這個龍也是不可能下下來的 下下來的時候 我們手中 我們場面都是一堆小怪 被鬥惱的話 肯定是很虧的 其實我一直在懷疑神明 到底會不會給我抽牌 因為我好像沒拿過集 好像根本沒有拿過抽牌 硬要說的話 這是拆武器的哈里遜吧 哈里遜算抽牌 我是比較想要拿到法術抽牌 那我們這邊靈魂收藏器直接抽 抽到一個魂貨 再抽到一個炸雞 我當時在直播的時候 差點直接跪在地板上 這個真的是太賽了 這就是因為我們生命的力量 還不趕快超牌超起來 下... 下... 下...